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次以敬演歌手的身份来参加中国我是歌手的比赛 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当记者问到中文练习怎样时热心的韩国第一嗓就立即为大家献唱了几句不同的中文歌曲 根据郑出源自己透露在接下来的比赛里会多唱中文歌曲 看来准备这么充足应该是底细十足不会紧张了吧 在中国的我是歌手里郑春元有没有比较欣赏的歌手呢? 认为谁才是最强劲的对手 德王在韩国已经是歌王了 中国的我是歌手赛之更加残酷 如果被淘汰会怎样面对韩国的歌迷呢? 看来郑春元不仅歌唱得好还十分逗序可爱呢 这次突破自我跨越国界语言障碍去追求音乐的德王 相信在五十歌手的舞台上一定会有极其震撼的演出 曼古拉新闻为郑春元点赞加油报道